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講的是基建原理的第三章 什麼是螺酸 螺酸指的是直徑在6.35mm以上 這就稱為螺酸 感身是有部分是沒有螺紋的 一般需要與螺帽配合使用 但是承受的負載就會比較大 那什麼是螺釘呢 螺釘就是指直徑在6.35mm以下的 感身大部分都有螺紋 可以直接在可直接選入基間內的螺紋做結合 承受的負載力就會比較小 貫穿螺酸 貫穿螺酸 它使用於長拆卸之處 它連接的孔是只有磚孔 它不需要做成螺紋 什麼是帶頭螺紋呢 是不用螺帽配合的 例如 它常用於不常拆卸的基間地方 什麼是柱頭螺酸呢 柱頭螺酸就是兩端都具有螺紋 它會常用在氣缸鈣或齒輪箱鈣 什麼是梯形螺紋 就是用於舊尾槽 梯形槽的床台的固定基件 什麼是還手螺紋 還手螺酸 就是用以吊掛機器 就是了 地角螺酸就是 網友與 就是 底座的地座的地面 公字螺酸 與螺貓的標度規格 看一下齁 第一個就是頭部形狀 第二個就是體質 第三個就是加工類別 第四個就是螺紋規範 然後再來就是螺酸長度 跟配合等級 就這樣 來冒螺丁 什麼是冒螺丁 就是 常用在尺寸精密的基件齁 基螺丁是什麼 基螺丁就是 全部的長度都有螺紋 且頭部都有凹槽齁 什麼是固定螺丁 固定螺丁 就是 它常用在 車床刀架上的固定螺丁齁 什麼是自攻螺丁 自攻螺丁就是 它使用在 它使用在軟金屬塑膠 及駁板的連接工作 尖螺丁 什麼是尖螺丁 它廣用在炮床 或者是沖床的 刮屑板等這些 木螺丁 它的頭部長刻有 減字或加字型的 或六角頭的 多種形式 配合螺 鎖緊工具的使用 來看一下 六角螺帽 外型就是六角形 四角螺帽 外型就是四角形 還有環螺帽 外型是圓柱形 好 薄型螺帽是 可以配合開口燒 防止鬆脫 異型螺帽就是 用在長拆卸之處 蓋頭螺帽就是 螺帽的有一端 是有半圓形球面蓋住的 然後螺紋孔沒有貫穿 環手螺帽是什麼 頭上有環可以脫掉 電圈底座的螺帽就是 有電圈的效果 可以增加面積而增大的鎖緊力 球面底座就是可以 可以對準中心 好 摩擦鎖緊裝置 好 摩擦鎖緊裝置 有鎖緊螺帽 有鎖緊螺帽 還有呢 鎖緊螺帽 還有呢 鎖緊裝置 還有鎖緊裝置 還有鎖緊裝置 還有開草螺帽 還有開草螺帽 彈線鎖緊鎖緊裝置 還有彈線鎖緊螺帽 這就是追行底部 螺帽 這就是追行底部 再來什麼是缺必鎖緊裝置 有哪些 有開口燒 開口燒 還有彈簧線鎖緊 還有翻上電圈 還有寶型羅帽 還有 羅帽停止版 電圈的特性是什麼 電圈特性就是 常在羅帽與平面加一個金屬的薄片 電圈的功用 看一下有哪些 電圈功用有 連結日表面粗糙不平或者是傾斜式可作為光滑平整的層面 還有 增加受力面積減少單位面積所承受的壓力 還有保護工作表面避免刮傷 再來就是方式羅帽鬆托 這些 再講一下機械力學 看一下 力的分解就是一般分解成互相垂直的項鍊 然後我這邊有一些公式需要讓你們準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要你們背的第一個公式 在這裡 要你們背的第二個公式在這裡 要你們背的第三個公式在這邊 第四個公式在這邊 第五個公式在這邊 第六個公式在這邊 這六個公式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記起來 那我接下來講的是機械製造 機械製造 材料分類它分為金屬材料與非金屬材料 金屬材料它分為鐵金屬跟非鐵金屬 其實鐵金屬跟非鐵金屬 你只要背 只要是鋼鐵 這些就是鐵金屬材料 其他都是非鐵金屬材料 非金屬材料有有機材料 例如木材 橡膠 皮革 或者是合成素質 這些 這些 什麼是無機材料 無機材料就是像玻璃陶瓷黏土或石墨這些都是 是 看一下 鋼鐵的編號 鋼鐵編號 前段部分 表示材質的英文名稱或羅馬字的第一個字母 或者是元素符號 大家可以都看一下 它的主要元素也有這些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來不及看的人 我最後會把這些檔案放到 我一個網站上面 可以給大家下載 來看 好 來 我來講一下主要機械材料的加工性 好 切消性是在含碳量0.3的時候 它的 切消性是最佳的 斷造性就是含碳量不可以超過0.25 好 再來鋸造性 它是比鋸鐵還差齁 再來就是焊接性 是與含碳量量成反比 好 鋸鐵的切消性 好 就是 看一下齁 然後它的斷造性是比看接性還差 然後它的斷造性是比看接性還差 我講一下機械製圖 機械製圖實習的第二張 鉛筆 它的右邊其實是分為2B開始 BHB這樣子 它多一個1B 1B就其實是等於 那個B 然後左邊是為H2H這些 這是 從硬到軟的 筆齁 不要搞混這些會用的 筆的材質齁 搖圖跟寫字是用H或F或HB 然後 原規筆清是F或HB 好 圖手畫是F F HB跟B 然後鉛筆畫線時 筆桿與 人畫線方向傾斜60度 好 畫水平線是由左到右 好 然後 畫垂直線是由下而上 好 圖手畫是由上而下 好 壓嘴筆上末時是 畫直線或是曲線 它不可以用來寫字齁 好 分比是可以 畫線或寫字都可以齁 以羽質面穿90度垂直齁 目的可以避免線條圖細不一 萬能繪圖儀是什麼 萬能繪圖儀是結合釘字詞跟直齒 還有三角板跟比例詞跟兩角器 它是沒有辦法畫圓弧的 它的 平行運動機構原理製程 有懸臂或軌道式兩種 三角板有 有這兩種規格 它可以 畫15度的倍數的角度 它可以 將360度劃分成24等份 一支三角板可以將360度的劃分成12等份 最小的角度就是30度 定置詞就是可以畫水平線 垂直線跟斜線 搭配三角板 可以搭配三角板 平行詞就是畫水平線 圓規跟分規 點圓規就是畫直徑 6mm以下的小圓 是直徑不是半徑 好 檔環規就是畫6mm到50mm的圓 普通圓規就是畫50mm到240mm的圓 楊規就是畫大圓的意思 然後圓規使用 針比 針角長於比角 畫同性圓時 先畫小圓 再畫大圓 分規就是兩角均為鋼針 長度相同 用來量取線段長或等份線段 它不能畫圓 好 那我今天的講習就先到這邊結束 阿利堅詩題我會在考前30天的時候 我會再好好的講一下 謝謝大家